平底锅的姑姑回来了 打电话说让我们带平底锅回去过周末 过周末就过周末吧 他还说让我把平底锅的小衣服小鞋子什么的 不穿的小衣服小鞋子什么的都收拾收拾 带回去给弟弟穿 说弟弟回来的匆忙没有带衣服 我把平底锅的小鞋子小衣服收拾的可好了 平时都是要经常拉出来看一看的 自己都舍不得穿 还要带给弟弟穿 但是吧我这个人脸皮又薄 他都开口了 我又不好意思拒绝 真是烦人 没有办法我现在去收拾收拾 等一会去把平底锅结上 然后给他们一块都带回去 看平底锅的这些 之前穿过的这些奇装衣服 我都给他收着呢 然后以后等到平底锅长大了的时候 然后再把它拿出来 回忆平底锅小小哥这么低流大的时候的 的感觉 这个恐龙服平底锅很喜欢呢 回头给弟弟穿上升了姑息平底锅 会舍不得 这个恐龙服平底锅第一次穿的时候 他那个小怂胆 他吓的呀 哭的呀 不敢穿 觉得好害怕 后来第二年的时候 都有点小了 他又愿意穿了 因为有个尾巴 他拿这个尾巴这样 悠哉悠哉的 悠哉悠哉的出去玩的时候 这样悠哉悠哉的 悠着尾巴 他就觉得很帅 你看我的车充满电了没有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电充满了 你看 你看 果然是腾外甥 胜过亲儿子 拼你锅这个车 拼你锅一直想玩 他爸都不给他玩 觉得麻烦 觉得拖来拖去的费事 然后他听说他外申回来了 今天啥都不干 他们兄弟两个一起玩 就开始给他充电 要把他带去哄他的外甥 我也不是不心疼大外甥 主要是这件衣服 都是拼你锅 留在我心里的美好回忆 真的 不是小气 不是小气 买新的不香吗 要什么旧的 那个新的 别人不阿萨了 马上都是别人的了 那都没有我家拼你锅的味了 你厉害 我敢闻一下味道 马上就没有拼你锅小时候的味道 拼你锅的味道了 马上就要沾上饭团的味道了 不香 多闻闻 马上都是饭团的 饭团的冷酷无情的小年 他半年都不跟你笑一下 还有小鞋呢 鞋收拾好了 鞋收拾好了 鞋都没来得及刷 都没刷 没想要那啥 我本来想的 我知道你想表想留下拼你锅的脚臭味 没有脚臭味就大掉不定了 这双鞋拼你锅那时候穿的可搞笑了 那双鞋底子很舒服的 拼你锅那时候可希望穿这个小鞋了 还有这两个 我说这个土不垃圾的 一看就很年价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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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底下掉 它闪闪闪 现在穿了 现在穿不了 现在不要表着 这破破绝脚的 还绝脚啥 你嫌弃我阿子 必须要让他们跟我一起生气 那个鞋那么丑 当时拼你锅穿的时候都老丑了 我都不想让他穿 也是想让我的大外甥穿 拼你锅这个车的话 反正他现在也肯定也玩不了了 然后正好就带回老家 带给拼你锅的弟弟 哇 正好他们现在可以兄弟两个 你看这个小 跟妖怪精一样 那个女人 你的女人 我的阿子都不喜欢 我的外甥肯定很喜欢 我带回家他肯定很高兴 这个反正正好放回老家吧 老家地方也大 然后也可以玩 这个城里面场 地方实在是太小了 不方便 充电一个方面 啥都不方便 有一个妖怪精 我的老婆被妖怪精附身了 必须 收拾好了 这些 这些拼你锅的这些小衣服什么的 都收拾好了 好玩吗 我现在怀疑 阿子跟外甥都是假象 主要是你自己想回家玩 还没开始走呢 就掉了一个篮子 我平时让拼你 让拼你锅的爸爸给我搞点啥 那就耽误他的时间 耽误他的老子 耽误他的行动 他要是为了大外甥干点啥 他都可 可开心 可幸福 可积极 可主动 这是锅爸给拼你锅 溜出来的小座位 夹缝中 夹缝中求生层 我都 我笑死了 锅爸算人数 买包子 算六个人 买了六个包子 然后呢 他买完了之后 他自己想吃一个 这玩意不够了 现在又去买去了 他扑了他 别躲了 你那么大只躲不掉 哈哈哈哈 我拿个操作的时候 身体感觉饿了 我得干掉一个 干掉一个完就不够了 我回家找咕咕玩就好吗 好 走 上这 我本来以为拼你锅一个人夹放装求生层 结果是咱俩 这是咱俩